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中午這次節目 大家都見到 今早恆生指數表現比較波動 因為最低的時候 曾經大家都見到 開始騰訊跌成五個百分點 現在就有所收窄 導致市場都搓上搓落 最低位恆指見過 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一 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一點 後來就彈高 一度倒升 昨天就收二七三二三 今早最高二七四零五 即是說曾經一度升了八十二點 不過當然 觀額始終都在 因為市況仍然不穩 現在暫時跌著一百七十三點 二七一五七 不過情況都好轉少少 不過留意今天成交相當之大 七百零八億 如果看回合成交額榜上 正是一隻騰訊 已經一百四十五億 那就留意這個因素 如果看回騰訊今早 究竟資金是流入還是流出 粗略估計 都是流入資金比較多 可能多人買 但是未能夠確認後市走向 這方面 我想大家要小心清楚少少少 那就留意 目前現在恆生指數還是跌 宣傳一下 電話是三一零八三三九九 三一零八三三九九 轉頭打電話過來 十二點鐘就和大家談電話 七百還未見底 怎樣為止見底 我經常都說一個短底不出奇 但一個長線的底部 我想你言之過早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 都還未曾見到一個 在遊戲業務 認真翻新的跡象 因為始終都在遊戲方面 審批方面有困難 一日未見到實質數字上的增長 我不敢說它跌底 現在暫時是情緒跌底 因為最差的業績出了 大回小漲 我會預期是這樣的 但真正要升嗎 暫時都難的 好了 今天除了波動得比較厲害的是騰訊 我也想說另外一隻波動得比較厲害的 其實是268金碟 金碟的盤真是很疏落 大家看到現在畫面上 十格裏面有七格是有東西的 三格是吉的 有東西的其實都是幾千至萬多 兩萬左右的貨 認真就算是交頭不活躍 交頭不活躍 好了 至於現在恆生之數 暫時跌幅又收窄回多少 79點跌幅 金碟的走勢 你見到不算帥氣 暫時是還手在8元的水平 開始弱足 開就開8元 現在做8.4元多錢 但是還未吃到上一日的陰燭的部分 都吃不到 到底有多利好呢 可想而知 不算利好 這方面我想大家要關注一點 另外呢 就是回到騰訊 金碟 另外看回那些信譽 還有沒有跌 現在信譽都上榜第五位 跌1.2的百分點 金碟 小米 小米繼續跌 中石化跌得比較多 金組創科是做得好 恆大做得好 恆大有個故事的 我想大家都記得 早前他就升得比較厲害些 而現在呢 他今天的反彈力度呢 就三個百分點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彈呢 20號呢 他們就會開董事會 就決意究竟是否追派 過去兩年的股息給股東 20號就正正是下個星期一 所以如果想衝勁這些因素的話 其實這個星期尾去做 就預下個星期一有修成 當然啦 Turn out出來的整個結果 可以是正可以是扶的 可以是派 可以是不派的 我想在這裏搏的朋友仔 要有一個風險的意識 就是說呢 不是百分之一百發生的事情來的 這個就是恆大的走勢 暫時來看呢 還可以再看一些異動的股份 就應該要數到我領軍的2588 中銀行空租銀行 公司方面 現在暫時是52元的 就升了2.75元 就升了 百分之5.5 其實過去這幾天呢 就幾波動的 分別呢 大家都會看到 那麼當日 第一日大動的時候呢 就有一枝羊竹 接著呢 就陰陰 接著呢 有一枝羊竹 破了頂的 接著大陰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大陰 但是情況就是呢 細頭上面呢 其實都幾OK的 因為它起碼都叫做 關關難過就關關過嘛 你幾次陰它 都好像很肉酸 但是它又吸反吸 你再陰它嗎 它又反吸 所以就 我想大家就給多一點點 給多一點點耐性 暫時 走勢不太差的 可以這樣說 嗯 那 比如有些朋友仔問 趁反彈的時候 我想他們就有些疑問 就譬如呢 880奧博 他說 九個半有貨的 現在呢 反彈是走還是流呢 那880奧博 現在呢 暫時呢 叫做彈與不彈之間 還在跌兩個仙 啊 由於呢 較早之前呢 那個叫做 就是中間 啊 七月份低位呢 已經 失了了 那 報回個數字給大家聽 就是8到6齊頭 那所以我會說 要走 為什麼不用走呢 況且我一向都告訴大家 啊 那個叫做 浩島股 短暫其實就已經搞定 炒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始終那個數據上面 不製 差不多什麼股價 好了 那 答完這隻 答完700 當然呢 就有人繼續去問 1347 那 華紅半導體 今天彈是否要走呢 那 華紅半導體現在升 3.9的百分點 那 早曾經最高 見過呢 就23.8毫半 現在都縮了 在高位縮了1.3毫半 暫時 上個交易的陰燭 一半阻緊 那我們叫做 曙光初現 成交方面 就 都有輕微增大 那 叫做守住那條 大概100天線位置 不過 正如早前所說 其實這些股份 沒有業績看的 都不是說 那麼值得去長線持有 所以我想 留意著 23.9的位置 23.9的位置 已經失敗的時候 有機會都是震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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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就是震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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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背驰是看實、看實的理由 如果看實、看實的話 看實什麼呢? 我便會建議 看著中間的鱷尾 中間的鱷尾 換言之就是七個半的水平 起碼 起碼七個半 站穩 便有機會行一個W型 做雙底回升 所以目前 我覺得不需要心急 給少少耐性 給少少耐性 目前就等待 七個半做雙底 好了 又再看看其他問題 2588加 我不需要加 因為就已經賣齊了 268 現在要堅持 什麼位就要走 穿今日低位 8元的位置 233 1 0 可不可以買 嚴格來說 走勢就不靚仔 不過他就不至於 死了九成 他就徘徊著這些 大概8元水平位置 變了我會說 我是你 既然橫行 我就等穿頂才買 否則 賣了進去 5050 隨時穿底 那 就 太古地產 1972 用不需要先沽出 超短群迷你炒 那 我不知道 你問鍾小姐 你問我了 總之我就會說 有什麼得罪你呢 就是股份 不動而已 最多 那未至於稅 3380龍光 走勢如何 要提一提 3380龍光 其實在上個交易日 就出了業績 留意 業績方面 就派特別股息 不過都看回業績 半年順利 34.32億人仔 升百分之一 都真的算差 升百分之一的 半年順利 中期色年特別色 共派28個黨先 色口方面吸引 增長方面 認真 就不是什麼 真是很厲害的 一些數字 我就會說 早點彈一下 但是你記住 目前我們依然 都很關注 內房方面的調控 和人民幣的影響拖累 所以 有貨 即管彈 沒有貨的話 其實雖然現在 又是 正在做一個 雙底的格局 RSI有改善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升 升到上去 不要忘記 藍色位置 又是一重阻力 所以我會說 不考慮 不考慮 874有沒有機會大跌 874就是白雲山 白雲山有沒有機會大跌 什麼都有可能 情況就是 在於 穿了31個2 其實我已經叫大家 自己執生 那你執不執生 還是執死 就自己決定 我會認為 是時候 減遲也好 怎樣都好 可以 來一個 叫做了斷 因為一落到去 因為中間 那浪急升 是比較快 而且速的 中間是沒有磨過 沒有駭貨的 所以 有機會一落 就落回25.75 這個是 失守了31.2 之後的事 自己考慮 看看市況是否站穩 還是怎樣 好了 上週 恆生指數 收了 跌167.27155 也叫做跌幅稍微收窄一點 成交好大 737億半日成交 上升指數跌24點 2700點 一會兒跟大家聽電話 好 又回來了 跟大家聽電話之前 我想我又是報一報 一些重要的數據 美匯指數96.4806 又再弱了少少 因為今天 最高位的時候 曾經做過96.77 而 離岸人民幣方面 也好轉了少少 曾經在隔夜的時候 做過6.95 現在也是在6.8887 換言之去回昨日較早時間的一個水平 也是低位反彈了600多點左右 好了 現在聽電話了 Jason又準備好了 喂 你好 你好 騰訊 紅點 你怎麼搞 走了 但沒用 太少了 都沒用 都是錢 但是最慘的是 拿著177 8.7 4.7.6.5 不知道怎麼辦 177 今天都跌5個先 也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是不是要站穩 下跌空間有限 還有可以入籃籌 是否可以 再看定些 不用這麼急走 其實呢 我只可以客觀地去講出 例如幣 目前現在兩個底 好像一個就低於一個 但是RSI頂到一下 但是呢 這個只是一個短線 還有是股底 股底就不是代表 一定要做好 或者要求 情況是早前的一些多頭排列 現在無論是怎樣都好 都是空頭 變成你每一次反彈的時候 譬如你反彈去10天線 會有阻力 譬如你反彈去20天線 會有阻力 而事實上你看到的 這些浪在一個綠色位置 綠色線是很大阻力 變成 今天陽燭 我是你我也等的 真的 但是不要忘記 你彈得不夠 因為為什麼為之夠 至少 9.64 盡快要攀穩 因為你說背遲還背遲 其實背遲都希望 它可以做好一點點 9.64 你現在失去了 那變成 如果你接下來這兩天 但來彈去 都是站不到9.64 其實就幾糟糕的 到時怎樣都要做一些 就是叫做減倉 或者風險管理的考慮 下方250天線很近 9.1 但是如果站到9.64的話 我會好像金浪反彈去綠色線 20天線 我會看10.65 那你就自己看著做人 看看首先站不站到9.64 還有874和177 兩隻都是8月22日出業績 我是不是應該等到業績 看看市場的反應 才再想 這個是其中之一個玩法 但是我也是那句 破底就是破底 喂 如果你說等業績 你想想 你記住 你記住 同樣道理 就等於你那時候說長渣 現在變成了整天的日文 就好像短炒那樣 你現在決定得等業績 是不是中間跌10% 你不會先考慮走人 怎樣都會先等到業績 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很愚蠢的 喂 難道真的不管價格 穿位是要等業績 不要忘記 業績沒有人包勁的 還有 就算正常地勁 市場可以不炒的 所以呢 我會說 跌穿31.2 我是你 我一早果斷就減了 減了 我就不會說 什麼時候又有業績 不知道哪個 什麼時候又入了 指申請什麼 不知道可能會出結果 這樣你就是自製一些 無了期的等待 的藉口 但是就不正視 股份其實已經穿底了 還有 今天早上入騰訊的320 但是你覺得我現在兩隻 是否很高的風險 是否應該 兩隻減半 入到騰訊 這樣 是否一齊會好些 分散一點 不是 我不明白為何要現在入騰訊 差不多跌到定了 我覺得都 我覺得是弱小股那隻 就算是彈都不是他彈 哪些會彈得快 你覺得 現在這一刻 如果以今早看 都是一些業績 甚至連992聯想 老實 都有小過騰訊 為什麼 因為聯想出了一份好業績規轉型 同時 它是出了一個 什麼 小型的三條線排好了 橫行破了頂 那我 如果你問我 你知道我幾歧視聯想的 我都不會說聯想現在 勢頭一定比騰訊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今天入騰訊 騰訊 那763呢 763 有沒有後望 我會幾遠 沒有必要 成的 糾纏在一隻半隻股份裡面 然後 經常偷偷看 幾時見底見頂 因為那隻股份 如果是壞了 你就不會再看 那如果換我 什麼 中電 煤氣 全部都放進去 會不會跌呢 就算市場倒 會不會那個價格都倒 那些公元股 倒的機會少些 就算倒的 那些股份的幅度都會小些 但是都是那句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耐力 以我認識的你 又不像會長渣 那你這些 一來 沒有你想要的波幅 你想一下你 你騰訊紅 你都說早知道要全入 即是你很喜歡波幅 很喜歡賺短錢的 那你如果進入2號3號 還要肯定又不是獻身工具 還要徵股 你悶不悶得來 你頂不頂都悶 追不回一定去 我想追回30% 那追就更加不會用中電煤氣 沒理由又買7300 萬一看錯 你現在更加不可能買7300 我都說再進一步的 差的籃籌業績已經出了 是的 那不如差錢 那不是一定要每天都買東西 一來你可能那兩隻藥股 譬如177等等多一天 二來就算走 你都可以keep cash 等好東西等獵物的時候 等於你好像打獵那樣 你有隻兔仔經過你才射 你不會無緣無故對空氣 射空氣 那情況就是 那今天就是得空氣 兔仔都不多隻了 那你幹嘛是這裡射呢 是吧 是 我覺得是咯 休息一下吧 今天沒有東西好買 雖然市場我憧憬會找檔 但是沒有東西好買 好 好 就這樣吧 好 謝謝 好 拜拜 那事實 我想大家都收到我的訊號 想跟大家說都是說 今天呢 認真意動呢 我不是賣花讚花香 九九二只是其一而已 二五八八呢 真心勁 都有人問說 二五八八 can buy 老實說我都講了九 領軍我都懷疑 都領了整六天了 起碼 那就是 當然可以 但是可以的情況呢 又是 我看的東西 跟你看的東西不同 正如這兩天 星星跌跌的時候 你都會問我走不走 我一來就看這幅圖 這幅月線圖走什麼走 月線圖破頂 這樣都走不是馬 我直接抱著它來疼 所以我會說 你在看的東西跟我不同 你有這樣的目光 視野 你就買 我根本都不拘禮一元半元 好啊 聽聽戰隊代表電話 早晨啊 早晨師傅你好 早晨啊 怎樣啊 我今天要問二六八 怎麼玩法啊 今早 今早 不要說 你那一天我走不及了 我斬了一半 一半就拆了下來 好痛苦 因為我炒短那一半是很高追的 押著十一元追下去的 然後呢 今早 我就百元即拿 百元即拿啊 是 然後呢 九元納賣那些走 狠心 九元全走了 全清 你都真的 我覺得你都算是這樣 人冒永贏的 但是 沒有的 今天的幅度被你拿回了 都算是 報回少少數 我今天還要跟幾樣東西 我還要跟幾樣動物 還要跟幾樣七八個照 我都看不及了 你恆子紅嗎 我不是 我 我今天在它跌四百公司買回牛獎 吃了沒有 反正吃了 吃完又再買回 紅 那些 那些不要說 這些很複雜的 但是 現在呢 我就很想 在百元 我們在百元邊堅持 都打算買二六百的 繼續買 總之信它不會再穿的了 不是信它不會再穿 就算穿了這些位置 我們輸人的波幅 我想都有限 哈哈 我們是買二六百來炒短的 是 你幾 你兩三毫才會結它 但是我們一定要放在一個 百元樓下的價位 嗯 現在這些八個三百個四 我們完全不會追 我想問問師傅的意見 是 你說穿百元危險 但是最下的水位 我想 都 我們都覺得是有限 哈哈 八元真是很重創的 嗯 這些位不排除是有些意義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 如果真是 Touchwood是穿百元的話 你試試四月底位 和七月底位 其實都真的有機會 七個三的 嗯 變成那個 potential的down size 都有一成 九至十個百分點 是呀 我們都預計了 那個位都是跌不穿的 即是七個幾 預計了都是最底 不過又這樣 你又考慮一下 多一個指標 即是叫做其一考慮 重創是在八元的 但是 在六月七月這個位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一百天線托底 這個托底 早前沒有托過 是托過六月七月而已 所以我們都說只是參考 不是定律 因為它又不是托十次 如果這條線托十次 我就會說很厲害 但是最大問題是 現在這條線呢 就在八個四毫七 而是現價都失了 嗯 這樣變成 如果你相信六七月那個位 是因為一百天線的話 你現在就算下到六百元也好 現價八個二毫幾也好 其實呢 弱勢 是啊 但是它的波幅夠我今天查 是啊 沒錯 因為如果我要 現在就是人民幣它 下了一點 所以市有機會會回穩的 其實人民幣都 我覺得都回了 好 不過現在說一說 又下了一點 剛剛都八八百幾 現在八九七幾 好一點 所以變相 變相 所有壞消息 我暫時看出盡 是嗎 如果我講真 暫時 今天我不要講青人 我們看炒職 是啊 我講今天暫時出盡 我覺得 騰訊回賺 但是我不會買騰訊 對啊 對呀 就算我買騰訊 我都買騰訊 我買騰訊 我都買騰訊 因為一推又推不上 推又跌不下 這些位置一定不下 其實我都不會 我今天call完騰訊之後 我已經走了 今早call 是 是啊 我好大膽 就是找我二六八室去的 我今天很勤力 其實都 其實都 如果開市的時候 值得call 是啊 3020元 恭喜你吃了,不過現在我就是每天早上 很危險,根本是買不到,每個版塊都買不到 師傅我已經想不到 我現在沒辦法,今早真的沒辦法 那你有什麼版塊給我買? 你那些是完全是避險的版塊 你那些是完全是債著一千人玩的版塊 那些又沒得短炒 是啊,你難道還要我買一隻992嗎? 我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我從我話口說出來 是 你剛才叫我買941 如果我有一天叫你買齊941、992和2628 可能我那天是瘋了 我猜不到你今天說992出來 不是,成交真的到的 還有業績可能撐兩天 但是老實,你叫我買我就普通的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什麼 今天叫回穩而已 所以今天我可以炒短線波幅 我覺得暫時任何一隻 對我來說都不夠268 所以我要搶錢的 那也OK的 是啊 我就是真的八塊買,八個多磅 真的有本事回到八塊 我今天 既然吃到它一串 八塊到九塊 一個人家只升一百多兩百 我就可以加它 不過大家的策略不同 其實正路是不用好268 始終都是一個弱的板塊 是啊 但是你炒波幅沒有另計 是 他現在站著 怎麼都不肯跌下來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安全位買 是啊 你要真的定止賺止蝕位 沒錯 OK啊 師傅你今天有什麼介紹 現在真的沒有東西找東西來玩 現在真的 問你 你今天覺得有異動的板塊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水泥呢 水泥呢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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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有哪隻 哪隻厲害 只有七四三厲害 我都解釋不到這個 超自然UFO現象 這是外星生物來的 就是 幸指日日插 都不是跌那麼簡單 只是插 它就日日升 今天又半成 是啊 其實 我不懂猜 其實這個板塊 算是未出現過波動 即是你意思是未用嗎 是啊 所以不要搞了 你想想我以前 我覺得1717很厲害 但這浪其實我經常撐 但是它真的弱了 雙頂下來穿頸線 起碼下了8元 即澳優很厲害 本身 所以 厲害都要跌的 你想想那些384煙氣 那些滾到九彩 那些1083華潤煙氣 你看廣華 或者193 你全部都花了 你以為水泥無敵嗎 可能真的到水泥還未定 早兩天我跟你說 你說還有一個板塊還未洗 384煙氣 轉過頭地已經翻炊了 是啊 可能今天我們說完 真的衰多口 明天洗水泥 是啊 業績都出來了 是啊 都未 水泥 真的要揹 不過不要再升兩天 下個星期才回來洗 三百 五百一 這些鋼的東西 都開始做回雙頂了 三二三馬鋼的 昨天一棍 三四七安鋼 又完全脫離了八個半 那 滾了下來 之前說的水泥和鋼應該都不要買了 大行不斷吹它十個半 三一三 一吹就出市了 哈哈 不敢說 玩玩些殘的東西 不敢說 還有物館股 還未來 是啊 我現在怎樣都不敢 這些 是啊 真的 反而你洗了一些安全 師傅 你洗完科技股 現在買你洗得多久 288 豬肉股便安全 這兩天 貿易戰都洗到七彩 由8元下了6元 然後這兩天 豬肉昨天已經來 是啊 這兩天業績到 它突破橫行 不過玩不玩就見人電子 兩天 兩天貨幣 你23日又開始 是不是來過百六億 是啊 是啊 你真是好心水晶 是啊 算吧 這個星期又開始 沒有啊 沒有推介 好 OK師傅 就這樣 我想可以平靜兩天 不過今天 學奉勸大家 讚完就好酒了 拜拜 好 拜拜 多謝 拜拜 拜拜 好 節目到這裏 差不多了 下午3點4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